黄磊终于承认自己做饭不好吃了 用一整天的时间 制作出来一道难吃的凉皮 面对黄磊一天的心血 大华只吃黄瓜 点菜的白百合更是只吃了一口 直到此时黄磊才认清现实 自己做的饭究竟有多能提升演员的演技 原来白百合在做客蘑菇屋时 并没有出太大的难题 只点了凉皮和肉夹馍 却不曾想成了噩梦的开始 起初何炯建议凉皮去外面买 身为大厨的黄磊怎么可能听得进去 放话要自己做 何炯这个不可置信的表情 就差把你怎么拎不清自己几斤几两 这几个大字写脸上了 黄磊说干就干 喝完面后就只会大华洗面 接着又在何炯的配合下做面酱 可白百合看到他们的操作后 直接发出了灵魂质问 此时捧场王和老师再次上线 离黄磊两米远就已经污出来了 仿佛已经做成功了一样 而做完面筋之后 黄磊开始遭遇做饭生涯的滑铁卢 光是研究面浆就用了大半个小时 并满脸自信地向何炯科普 说把面皮放凉了就成了凉皮 这种说法倒是很新颖 瞬间把吃了几十年凉皮的我搞的怀疑人生 果不其然 第一张凉皮以失败告终 按照正常人的逻辑 应该上网却查查做凉皮的方法 可拥有黄小厨名号的黄磊却不愿低头 使出了自己独创的方法 就是往里面再多加点面粉 结果可想而知 第二次的凉皮实验还是以失败告终 不过黄老师对此有自己的说法 说到底反正自己没一点问题 不死心的黄老师继续专心研究 就这样从下午一直做到了晚上 终于在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后 做出了一张自己满意的凉皮 可当镜头拉近一看 观众彻底死心了 厚得跟烧饼一样 就这样黄磊还满脸自信地甩来甩去 展示自己的最新作品 然后就二话不说地塞进何炯的嘴里 嗯 真好吃 黄老师这小心思真是一点都藏不住 找谁吃不行非得找何酒 这是生怕别人不给自己捧场 更加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配凉皮的黄瓜丝 黄磊竟然切得和黄瓜片一样 凉皮也是惨不忍睹 麻将多的能把嗓子粘住 当凉皮被端上捉的那一刻 大华嘴上说着最期待吃凉皮 筷子却非常实诚地夹起了黄瓜 入口后还得发挥一下演技 哇 好香 抱有一丝期待的白百合 象征性地夹了一筷子 可在入口那一刻 好不好吃已经不言而喻 之后他再也不把手伸向凉皮 此时作为最佳捧根的何酒 自然不会眼睁睁看着黄磊处一塌房 于是硬着头皮发出了赞美之词 看到这里不由地心疼何酒 别的嘉宾只是来一天 而他却要天天吃 还要拼命为黄磊找 尤其是宋丹丹食物中毒那次 明知是黄磊没煮熟 可他却偏偏要做最佳捧根 结果导致黄磊和宋丹丹到了晚上 止不住地上土下血 不得不说黄磊老师的厨艺 真是娱乐圈最大的未解之谜